担心痛风问题 试试EURO尿液简化剂 有效缓解痛风 你好 欢迎收看KINY TV快报 我是叶思瑜 大选已经落幕两天 但新政府依然难产 今天早上 西蒙和国阵国会议员 陆续抵达吉隆坡私立太平洋酒店 虽然国阵有部分议员否认和西蒙开会 但多张照片显示 两大阵营的巨头在酒店里相见盛欢 这些照片里的人物 包括国阵的阿姆扎西 伊斯曼沙比里 沙拉瓦南 西蒙的安华 莫哈姆沙布 拉菲兹和西华古马 与此同时 全民党主席兼沙拉月如楼国会员孙伟轩也有出席 孙伟轩领导的全民党部署于国阵或西蒙 孙伟轩另外和26名国阵国会议员出席 国阵主席阿姆扎西号召的记者会 缺席的国阵国会议员包括西山穆丁 西山穆丁已经公开表明拒绝西蒙 他宁愿被巫统开除 当金纳玛分析 国阵大多数国会议员决定集体行动后 国门主席慕尤丁将暂时无法取得简单多数出任首相 安华会见了国阵的领袖后表示 他有信心获得国阵的支持 以便成立一个团结的政府 安华召开记者会表示 国阵共派出七名代表参与今天的双方会议 其中包括国阵主席阿姆扎西 处理主席穆哈摩哈山和副主席伊斯曼沙比里 不过安华透露 国阵要求更多时间和支持他们的人协商 另外安华也说 双方这次的会面没有谈论巫统领袖所涉及的法庭案件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统一把各党提名首相人选的实现 展延一天到明天下午两点 不过国盟发文告表示 已经向元首表明 国盟主席穆尤丁获得过半支持 国盟总秘书韩沙赞鲁丁发文告表示 巴尔国会员穆尤丁已经取得超过112名国会议员的宣誓书 支持穆尤丁担任第十任首相 文告也说 国盟已经向元首提交了国会议员们的宣誓书 所提交的宣誓书超过了112份 也就是联邦宪法第43条文底下为人首相所需要的国会议员多数支持 另一边乡 根据国家王宫总管阿莫法迪今天下午发布的文告 国家元首接获各党和联盟党会的申请 于是同意把实现展延一天 国家元首劝告人民保持冷静和耐心 直到新政府成立 大批媒体今天一大早就已经聚集在国家王宫外等候最新消息 针对国盟今天宣告凑够数的说法 西蒙总秘书塞富丁纳苏丁反驳 国盟的说法不可能 也言之过早 另外安华授寻时也说 他不相信慕尤丁获得简单多数 扎西金早和国阵领袖开会后 也召开记者会否认 国阵曾经和国盟或其他联盟谈判 以便组织新政府 他也强调 任何国阵议员如果私自签署宣誓书 都属于违反党的纪律 以及他们在大选前所签署的候选人宣誓书 慕尤丁昨天声称 国阵议员可以利用个人身份 支持他当首相 但巫统最高理事拉兹兰并不同意 他更敦促慕尤丁停止偷走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 拉兹兰今天发文告批评 慕尤丁贪恋群力 不惜偷走其他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写道 我们支持反跳槽法 就是为了阻止偷走议员的历史重演 避免议员沦为青蛙 慕尤丁没有从过往的错误汲取教训 他们还是一如过往仅仅为了权力而试图威胁其他政党 拉兹兰强调 每一名国会议员都属于所属政党 因此慕尤丁应该尊重这个制度 不该为了权位而不惜违法和滥权 他补充 国会议员已经和所属政党达成协议并签署宣誓书 如果违反政党的决定就必须放弃党籍 根据反跳槽法 国会议员退党或不再是党员就会触发不选 不过如果国会议员被所属的政党开除 则不会失去他的议席 国家元首昨天要求赢得许多议席的政治联盟协商 随后提交首相人选 但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不同意这种做法 他向当今大马表示 英国1974年大选后出现选制国会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时邀请赢得最多议席的政党来组建政府 汤姆斯因此认为 既然马来西亚也使用同样的西米式制度 那么安华就应该拥有优先权 受委为首相 因为西蒙赢得最多议席 汤米·汤姆斯也反对通过签署宣誓书 证明一个联盟拥有足够国会议员支持 而组建政府的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为国家带来动荡 国政领导层和西蒙商讨组建政府 但是多名巫统基层反对这个做法 巫统区部主席安努耀沐沙甚至炮轰 国政没有必要自降身份成为乞丐 祈求和任何联盟组织新政府 虽然第十五届大选带来选制议会 但霹雳西蒙和国政两方今天打释协议 共组州政府 而原任大臣沙拉尼继续出任州大臣 另外 彭亨或许也将迎来国政加西蒙的联合州政府 行动党消息人士透露 八名彭亨西蒙州议员将支持国政 共组州政府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iTV的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